临近选举各地悬挂蓝绿两党参选人的选举布条 但南投县立委参选人蔡培慧却接获民众通报 悬挂的布条惨遭破坏 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立委参选人蔡培慧 悬挂在南投市东敏路上的选举布条 看似被戾气从两人的脸中间 人中的位置直下划破 本来两张完好的脸各自剩下半张 像是遭到毁容 坦白讲我觉得蛮遗憾 而且也蛮夸张的 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 选举文宣是宣扬理念 应该要相互尊重 也希望所有的阵营 所有的乡亲应该要相互尊重 不可以做这些选举奥博 目前被划破的布条已经被拆除 对此南投县选委会警方也展开调查 当然不是县府做的 到底是谁做的 我们会试着去查清楚 也会跟我们的选举委会去讨论 怎么样去针对选举国家做一个管理 南投县环保局也表示 以往处理都是直接拆除整个布条 绝不会采取割破布条的方式 临近选举发生布条被割破的激烈行为 也引起讨论 三线无愧于草市让谢云珍南投财 不需要动 正在这条辆迷上不需要